欢迎收看股声响起 我是方银 我是阿翔 在节目开始之前呢 请先帮我们小描频道的QR Code 订阅阿翔老师的个人频道 才不会错过老师分享的资讯 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哦 好的老师 今天台股受美股的拖累一开盘 就跳空大跳水耶 那现在究竟会不会是一个低借的好时机呢 那有没有什么策略 可以再次提醒我们的投资朋友呢 是的 所有的观众好朋友 那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 还是先感谢所有按赞的好朋友 通通手按个赞 然后也谢谢所有留言的网友们 那提到留言这件事情呢 今天一大堆 有加入阿翔老师Lite的好友们 在Lite上面私讯我 问他们自己的股票 那我想 也是因为今天指数大跌的关系 可能有一些投资朋友开始紧张了起来 其实你过去这两个多礼拜的时间 你看我的节目 阿翔老师 节目当中一直告诉你一个核心的重点 什么样核心的重点 记不记得我一直在讲说 反弹淘汰投机股 拉回低借价值股 所以这也呼应 今天指数大跌 当然 这个方言刚刚所提到的一个策略 当然你就是必须要去分批低借价值股 我想在过去一个多礼拜两个礼拜的时间 很多的中小型个股有些胡胡乱跳 有些涨一天就结束 就像我前几天上个礼拜也在开玩笑的 有时候你这样子一直冲来冲去 偶尔为之可以 但是当你全部的资金都拿去做这些短线 你会发现你今天都跑不掉 你昨天没卖 今天全部都跑不掉 对 就变成你把自己的压力造成太大 是 那当然这原因也是来自于什么 也是来自于可能过去这一两个礼拜的时间 有太多的节目 太多的财经节目 每天都在鼓吹那些小型股票 中小型股票 对因为变成他们其实是所谓的看涨所涨 哪边强就讲哪一边 但是在这个时间点 我想节目当中我一直跟各位强调 你当你指数没有亮的时候你怎么上去 那没有亮的时候表示地基也不够稳 就是底部打不够扎实 那不够扎实的情况之下 你把所有的钱都拿去做投机的方式 做短线的方式 如果你的纪律够好 今天你可能有一些停损 但是绝大部分的投资朋友他纪律不好 那又没有办法摆脱那个人性的一个弱点 套了他就不想卖 那就会变成是说风险都把自己放得太大 所以呢有时候我必须要还是要跟各位强调 就是说你看像我带会认朋友操作 我们就是搭配的操作 所以搭配的操作就是有些股票 我们布局的那个叫做价值 有价值我们在低档先卡位 我喜欢低档先卡位 我不喜欢追高 就像你看过去这段时间 当我们在谈台气电跟鸿海的时候 我一直在告诉你什么 我说目前筹码是乱的 对 对要买我们就等大会再买 对不对 逻辑上一直是说这样子跟各位讲 所以同样的你看像今天整个交界指数叠了999 那我们当然就等机会对不对 就像上一次一样 我们台积电8148月5号1点20分 赶快通知所有的会员朋友 想要低档的会员直接下去 后来出来910以上 所以2330的台积电你现在回过头来看 我们这样子低档之后后面拉起来出调 后面有一段时间 他的确又继续往上冲 但是你记不记得我在节目当中 曾经跟各位说过 我说920到970这段时间 台积电总股东人数增加了16万人 上面的压力太大 然后整体市场量又整个萎缩 他又怎么去化解 对 他没有化解的情况之下 你在这边买在这边买 你会发现就变成一直在套 不起来越套越深 但是他不是坏的股票 他是好的股票 他是有价值的股票 那当然今天这样子整个拉回 接下来动作该是什么 都是好朋友 接下来动作该是什么 分批低接价值 对不对 就像上一次我们在做鸿海 也是一样啊 我们之前第一次从120整个做上来 后来卖了一些调之后 对不对 我们在这个7月初的时候 有先调节一部分嘛 然后后面193低接到201出掉 然后在后面169.5 163这些你都可以去对照 同样的道理 你先回过头来看 当然这是前面第一波做了反弹 先前这边已经先出一些了嘛 出了还蛮多之后 拉回做第一波反弹之后 出掉做两次价差嘛 你可以对照刚刚的讯息 对照完之后你会发现 这段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节目当中一直在告诉各位 筹码还不干净 但是同样的道理 好的股票有价值的 那今天这样子掉下来 你觉得呢 你理解我的意思嘛 所以会员朋友 以及最近刚加入的会员朋友 你们的机会都来 又来了 又来了 真的啊又来了 好的机会又来了 所以你说要担心吗 我说不用 除非你满手都是 那种没有业绩的 没有业绩 然后股价位置很高的 是 那你要担心 就像今天很多Light 加入Light的老朋友 在问的一些股票 我们都给他的一些回答 但是有一个核心的重点 我们等一下会来谈 但是你整体来看 像我们先来谈指数 等一下这个网友 好友在这个Light上面问的 核心的重点是什么 我们等一下一并来回答 我们先来看整个交权指数 今天再做第二次的下杀 下杀那很正常 你说受美股影响 当然很正常 那受美股影响 为什么会跌这么深 因为这边都没有量嘛 它是空的 对 它是空的 下面那个基期 就是我们常常形容 就是说底部打得越扎实 当然上去之后 那个底就很漂亮 没错 但是你这样随便塞一些塞保利笼塞那个什么 塞一些有的没有的对不对 冠子塞进去 那当然那就很容易松动嘛 所以就取一个有这个例子来说 像我的会员朋友 昨天我们不是有股票量都能涨停吗 没错有一日快响 对有一日快响 我们昨天是有股票量都能涨停 对 那我的会员朋友昨天他在问说 老师我们这两股票涨停了 还有没有下一次可以像这样子的机会 那这位会员我就跟他讲 现在我们重点还是要放在拉回低阶价值股 做那种快的股票 我们有赚钱就可以了 是 不要贪心 不要贪心 然后今天这位会员他就没有再问我 为什么 因为人就是这样嘛 对 他看到指数没什么事 一大堆小型股在乱跳的时候 他不会去看说 分辨说里面到底哪些主意在乱搞的 对 就会行动 就会被蒙蔽了 就看了盘面上的数字被蒙蔽了 目前整个格局 没错 所以我常常讲你要看的是 眼光放远你格局要放大 当你眼光放远格局放大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安全的策略 能够赚钱的策略是什么 没错 所以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 那个会员今天就没有再问了 因为他可能看到尺数这样跌 他就不太敢动了 人就是这样子的 看这个就很标准的一种 看涨说涨 看跌又不敢买了 但是你要去想哦 你今天这样跌下来 你反而应该要去买 没错 懂吗 分批低接价值股 好 那至于指数的部分 你说会不会打第二只脚 今天量稍微有放出来 但是放的还不够大 或许未来一两天的时间 还有可能这样子的黑 但是有一件好事情是什么 然后外资今天卖超历史第一大 107亿 这很惊人 但是呢 有一件好事情是 外资的期货空单 他没有再增加 反倒是连续这两天 回补了9437口 回到3万口左右的 期货空单部位 所以这是有好有坏 有好有坏 所以到目前为止 整个盘是你说 哇老师会不会马上看到 今天就是所谓的第二只脚 我不能跟你这么说 但是打第二只脚的机遇 在未来一两天的时间 出现的机率是大的 是 那纵使这个指数 震荡整理的时间拉长 也没有关系 你只要记得 今天你所布局的狗票 是真正有价值 未来会成长 而且你未经买的是低的 是 你根本不用担心 这个才是真正核心 做股票的重点 没错 正所谓涨时 重视跌时 重值嘛 对 对不对 所以我之前一直告诉你 反弹淘汰投机股啊 拉回低阶价值股 你会发现 这两三个礼拜 或许在前面一两个礼拜 的时候 你会想说 啊老师这个这个 这个太保守 你会发现 今天阿翔老师又对 没错 所以我们今天 带会员朋友做股票 安全第一考量 赚钱 第二考量 保护你的资金 让你能够赚钱 让你赚到的钱 再继续能够保护你的资金 不然你每次赚钱之后又输光了 嗯 这样不对吧 对 来来回回一场空 何必呢 那在我们的Lite上面 你也可以很清楚看得到 礼拜一 你如果说是今天刚看节目的好朋友 你就记得阿翔老师的Lite每天盘中就会发报告给各位 这是在这个礼拜一 这是在这个礼拜一11点20分 那时候我写了一个重点 在策略上来说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就是震荡格局涨不追跌再买 对不对 震荡格局你本来就涨就不要乱追嘛 跌再买 逻辑上就这样子来 就像当初4958的真底 嗯 8月23号8月26号8月27号连续两 连续三铁交易日的布局 然后8月29号获利下车 嗯 对不对 是 你在这边8月30号 那时候我节目这个Lite上面也提醒你 一样策略就是震荡格局 个股涨不追跌再买 你要去买那种未来会成长的价值股 是 然后呢先前公开的4958的真底 昨天涨7% 今天震荡小黑 按策码来看主拉的是自营商 外资没有买 主拉的是自营商 所以我告诉你要建好收钱 嗯 所以投资好朋友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哦 2627连续买三天嘛 这几个交易日连续买三天 这一天涨7% 对不对 我们在这一天其实是自先获利下车 隔天Lite盘中就及时提醒你 要建好收钱 是 你建好收钱之后呢 今天收126 哇 所以光Lite 不需要你任何的费用 动动手 等一下 少一下QR购 你就可以加入 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Lite的报告 客观的在告诉你 什么时候该做什么动作 是 不会永远每天都告诉你 啊 涨天板 涨天板 什么股票可以买可以买 永远都在买 对 做股票不是玩大富翁好不好 好 好 所以呢 这个9月3号到这个礼拜二 因为昨天嘛 昨天因为阿小师去 北凡 所以呢 一样 你昨天不要乱追你 有没有发现 我昨天股票亮灯 嗯 我一样是告诉你 涨不要追 没错 对不对 很多财经节目股票亮灯 马上就告诉你 赶快再来买另外一档 但是我是告诉你什么 个股涨不要追 那我想各位好朋友都知道 我们在讲的是哪一支 因为我上个礼拜都提示你了 一堆人都拆掉了 4576的大盈威 对不对 没错 今天他表现还算不错啦 那我也直接跟各位讲 我今天是先获利下车 我没有卖到 卖得很漂亮 我们也老实跟各位说 但是我们是获利下车 在指数跌999点的时候 我们带着会员朋友 还能够获利下车股票 原因是什么 援金就是在于什么 你看我在上个礼拜 8月30号提醒各位的 对不对 这一档就是4576的大盈威 你可以自己 等一下抓周K线图 自己去对照啦 然后呢 这是会员朋友的讯息 因为原因能够在 跌999点的这一天 还有股票能够获利下车 根本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我们提早 还没涨的时候就先卡位 或者是拉回的时候才去买 没错 所以同样的道理 这个 还是要告诉各位 指数今天这样子跌下来 你不是要害怕 你应该是去找找那些 还没什么涨到位阶低的 未来会成长的价值股下去买 然后这个是阿翔老师的Lite 已经加入了 你就等一下动着手 把我们节目点个赞 还没加入的 你就扫一下QR Code 不小心点到封锁了 你就把它自己解开 好不好 没问题 那我们进入这个什么 看产业买未来 看筹码买现在的时间点 那其实 整个大方向是没有变 也不会整个产业的一个发展 也不会因为指数的修正 而产生的变化 但是很多人搞错了一个重点 如果你有去看 你有看我昨天在非凡的节目当中 讲这NVIDIA的一个关键重点 你也知道 我上个礼拜前几天就有讲过这件事情 接下来你要关注的事情是什么 是在于AI 接下来下一步如何实现获利 他们怎么样实现获利 不然亚马逊 特斯拉 Google Amazon 还有那个什么 Microsoft 每一个都投资了300亿 400亿 500亿 甚至上千亿的都有 买了一大堆的AI伺服器 然后结果呢 他们如果没有能够实现获利 那他们怎么再继续投资 是 他们如果没有再继续增加投资 他的资本支出就降低嘛 没错 他的资本支出降低 你NVIDIA就不会再成长了嘛 对 所以 现阶段真正最该关注的就是 我过去这一个礼拜 一直在告诉各位的 AI如何实现获利 这也是昨天为什么美国 AISM制造业指数稍微掉下来一点之后 哇 整个科技股杀很大 就是因为华尔街在担心AI的泡沫啊 对 但是 他要如何如何如何能够不是泡沫 有赚钱他就不是泡沫了啊 所以关键重点就是在AI如何实现获利这几个字嘛 没错 对不对 所以好朋友 那这个锁定低档两档低档的卡位一档已经大英伟已经跟先公开了 但是我今天先获利下周啦 是 后面有机会我们再来做 那你说老师那另外一档呢 另外一档他今天底 也不怕跟各位讲 但是我为什么不会怕 因为我们知道他有真正接到订单啊 嗯 你今天一家公司真正有接到订单 那股价掉下来你当然赶快去捡啦 没错 因为接到订单表示什么 他未来会成长 再加上这些公司目前的未接 整个中长线 他就是中长线的低档底部的一个位置 没有变啊 嗯 所以有价值的股票 他是随着股价下来 他价值会更高 所以我会说 哇价值看到更高的股票 那当然下去捡啊 对 策略上就是如此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当你知道你手上目前所持有的股票 未来他确定会成长 现在未接是低的 嗯 他有他的价值 你会怕吗 完全不担心 你现在会怕的是那种投机股手上满档的 没错 没错嘛 没错 哦 就像人家说常常讲 如果我们用一些一个话来形容 嗯 你今天像最近那个现代令啊中那个房地产市场整个房市比较低迷嘛 对不对 没错 大家都很担心嘛 对 你买在台北市你怕什么 哈哈哈 对不对 嗯 你要买 你要担心的是那种 嗯 很偏远然后忽然暴冲上来的 对 啊 我就不讲哪一边了 好 等一下等一下有些人后悔 先不要说 先不要说 那不能讲好不好 对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我一直在跟各位讲这件事情 嗯 担心机器人 对 人型机器人 特斯拉明年要马斯科他要交货了嘛 那你觉得呢 那不就是确认了订单 确认了未来嘛 我们做股票不就是在股价还没涨的时候先布局 确认未来会成长 卡位在第一档 好 然后这些我都不在赘述了 好 来 最后给各位几个总结 关注AI下一步如何实现获利 当然机器人分成工业跟人形用的嘛 就是居家机器人 消费电子的部分 今天我也不妨跟各位说 今天我们昨天有特别要锁定一档消费电子相关的股票 对不对 没错 今天刚好哇 大盘这样的跌它掉下来 嗯 哈哈 欢迎朋友更好讯息 好 消费电子相关的就留意一下 因为毕竟真正AI要能够真正不是泡沫的话 他要必须能够实现获利 所以你真正该关注的焦点就是在这边 好 然后最后呢 这是我们节目 这个8月20号也在跟各位讲 就是反弹淘汰头肌股 拉回低阶价值股 这也是 为什么今天有非常多的加入LINE的好朋友 是 在今天可能紧张了 马上就在LINE上面问我 那你还没有加入了 你得回去看一下我们的QR Code自己找一下 然后很多人在LINE上面问我 那当然我们有时间我们都个别会回答 那我节目当中我给各位一个核心的观念 请各位要记得 手上的股票如果你还是太投机的 有些他真的要淘汰必须要淘汰 现在已经9月份 丑媳妇 不会忽然他变漂亮 对 你真的要记得这件事情 在股票市场的形容就是 哇 题材包装的很美 对 但是你回家总是要洗澡 还是要拆开 对 洗澡还是要卸妆 对 男生也是一样啊 对不对 在家里也是蓬头垢面 对不对 宅男啊 对 对也是这样子啊 但是我意思只是说 一个核心的重点 如果你今天手上是真正很有价值 然后你的成本就不是很高 如果目前只是小套 都没有关系 不要怕 不用怕 有资金的你就下去分批低接那些价值 好 那没有价值碰轰炒作的 你要记得 我带你买的是一家公司 不是一档股票 是 眼光放眼才能真正掉大鱼 凡是早点规划 好事就会发生 喜欢我们节目的好朋友 欢迎你按个赞 谢谢 好 感谢今天精彩的分享 也不要忘记 加入老师的赖 以及订阅老师的个人频道 那股生长期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本公司以往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 哈啰 大家好 我现在人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 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 拜拜 按赞 订阅 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